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上,中国队坐着主场,凭借高林队远射和吴磊的点球,以2比0完胜叙利亚队,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,很多媒体都预测国足必胜,甚至有人说,如果拿不下叙利亚,立体可能会下课。 要知道叙利亚在亚洲的排名和国足不相上下,12场赛的时候,他们还凭借上听补师的任意求决苹果中国队,上一场踢若吕印度我们都没能取得进球,为何踢叙利亚的时候就必须要赢了? 小编这里有两张图片,是某客户端上的球迷支持率,第一张是比赛开始前,国足有1924名球迷支持,而叙利亚有6000多名球迷支持。 等到赛前三分钟的时候,国足的支持者上升到2500人,叙利亚则直接突破了15000人,最终国足以2比0取胜,支持者也来到了12000多人,而叙利亚则是19000多人。 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客户端上,很难见到球迷倒戈的现象吧,只能说最近阶段的国足有些太让人失望了,好在他们拿下了一场漂亮的胜利,不择你皮下课,国足解散,也不是不可能。